欢迎回来 本来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万圣节眼睛系列的小吃和甜品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今天会分享三种不同的眼睛做法 分别有可以当早餐的面包香蕉卷眼镜 健康美味口味的烟熏三文鱼眼镜 和清爽的励志眼镜甜点哦 这三种小吃都很有万圣节氛围 而且还很健康美味哦 派对吃的食物对身体健康也很重要 大家说对不对 香蕉眼球卷 材料 香蕉 面包 草莓酱 蓝莓 只要是红色的水果酱就可以了 香蕉切一半 长度和面包一样宽就可以了 把面包压扁平 涂一层草莓酱 草莓酱主要是红色就可以了 不同牌子的草莓酱颜色深浅也会不一样 把香蕉放在面包上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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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包切一半 面包切一半 把香蕉莓放在面包上卷起来 香蕉中心部位挖一个小坑 把蓝莓放入香蕉内 把蓝莓放入香蕉内 像这样就可以了 香蕉眼球卷很好看吧 换一个角度示范给大家看 这个角度比较清楚哦 面包中间部位面可以涂厚一点 就有很棒的眼球流血效果哦 面包压扁一点比较好卷起来 其实也可以直接把蓝莓压入 香蕉边沿会有少许裂开 效果就像眼球的似一样 效果也很棒哦 香蕉眼球面包卷就做好了 很简单对吧 万圣节早餐就做这个给家里的小孩吃吧 他们一定会喜欢的哦 这真是恐怖又美味的早餐哦 香蕉富含膳食纤维 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 香蕉的消化 吸收良好 且能长时间保持能量 每天吃上一根香蕉 就可以满足体内甲的需求 同时还能稳定血压 保护胃肠道 这样既能吃到粮食 又能吃到水果 再配上其他的一些食物 既简单 营养素又丰富 现在来做另一个健康烟熏三文鱼 优格眼球吧 喜欢吃烟熏三文鱼的朋友 一定会很喜欢这个食谱哦 我个人是烟熏三文鱼的粉丝 我一面做就已经偷吃了好几个了哈哈 这道食谱一点都不腻 而且很健康美味 还可以吃到烟熏三文鱼的浓郁味道 因为中间白色的不是奶油 用的是希腊三奶 所以很清爽哦 材料有 烟熏三文鱼 希腊酸奶 甘烂 把烟熏三文鱼卷一卷 排好在小碗或容器内 小心倒入酸奶 白色的水 一个小碗或很大 皮静 放入酸奶 1个小碗或很小碗 放入酸奶 放入酸奶 搁入酸奶 放入酸奶 之前的酸奶 放入酸奶 就可以了 清理 成品就是这样了 撒上香菜制造肮脏泥土的效果 怎样大家喜欢这个食谱吗 浓郁三文鱼配酸奶和橄榄每一口都是幸福满满哦 三文鱼的水银含量低 这一味与其他类型的海产相比 食用较大量三文鱼的风险相对较低 三文鱼是种低卡路里 高蛋白的食物有助增加饱足感 降低食欲 是想减轻体重的人士的理想选择 希腊酸奶的特点是蛋白质高 热量低还能增加饱足感 有助于减肥 橄榄含有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同时有抗癌作用 橄榄还富含钙、磷、铁等矿物质 且亦被人体吸收 终于减肥的风险相对较高 最后一道我们来做清爽荔枝眼球甜点吧 这个食谱做法一点难度都没有 可以很快就完成 所以很适合在家里开派对的时候 做给家人朋友分享 荔枝油补肾 改善肝功能 加速毒素排除 促进细胞生成 使皮肤细嫩等作用 是排毒养颜的理想水果 材料有荔枝 蓝莓草莓酱 我用的是罐头荔枝 如果可以买到新鲜荔枝会更好 因为新鲜的荔枝可以很好地保持其口感和形状 荔枝中心部分填满草莓酱 荔枝中心部分填满草莓酱 然后放入一颗蓝莓 完成了就是这么简单 做好的荔枝眼球也可以找一根小棒窜起来当水果串招待客人 每日十枚不要空腹食用 首先 吃熟透的荔枝 其次 要控制量 不要一次吃太多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水果的进食量在200到350克范围 因此 成年人每次吃荔枝不要超过300克 约十枚左右 儿童近视荔枝在此基础上应减半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还没关注我的朋友要关注了 不然真的怕你找不到我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对了 接下来这几天 我都会和大家分享 更多简单易做的万圣节食谱哦 记得要收藏食谱起 这个万圣节就可以大战身手了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因为我们这样的公司 喜欢我的频道 不见不散了 月 evalu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